红运舰的建造数量是四艘 台湾海军有那么大的登陆需求吗 这背后是不是又隐藏着利益输送呢 魏老师 确实有利益输送 这里面的利益输送呢 首先是台湾军方 甚至包括岛内的一些台独的这样的一些势力 希望提升台湾军队 尤其是台湾海军的 它的这种远距离的作战能力 那么想要提升远距离的作战能力 就要有兵力的投送平台 那么首先呢 它希望通过先期的投资 向台湾的造船厂进行输血 那么这样的话 台湾的造舰能力 或者说独立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 尤其是针对一些大中型的这种水面战舰 就会不断的强化 不断的提升 那么通过打造这种万吨级别的船屋登陆舰 台湾方面后续可能会有一些大舰的 这种全新的发展计划 而且我们还要关注到 这种船屋登陆舰 它在和平时期很可能是向金门马祖 或者说向澎湖地区去进行这种日常的兵源投送 包括去运送一些保障物资 但是一旦出现了冲突的局面 它很可能会围绕台湾岛的一些沿海的区域进行兵力投送 那么在台湾海军包括台湾军方的作战想定当中 这种船屋登陆舰它的航行速度比较快 可以投送一些重型的装备 那么如果说在相关的登陆场有一些这种两栖作战的兵力 它可以进行前后的夹击 那么利用岸上的守军和这种船屋登陆舰上所投送的兵力 针对滩头的部队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包围 所以从这个模式我们也可以看出台湾方面 基于打造更多更先进的这种两栖的船屋登陆舰 好实现它所谓的以武俱统的这种滩头决战的这样的一个战术 所以说对于红运级的船屋登陆舰 它未来的用途包括它执行任务的能力 我相信我们要保持关注